第一條,這題目說的是,用一個粉刷去磨擦膠棍 膠棍最後就變成negatively charged 即是當粉刷向左移之後,棍就變成負 這裡有兩個概念,第一個概念是電子本身是負的 因為是定義出來的 電子本身是負的電子本身,每一粒電子本身的電子本身是負的 而電子本身的粉刷去磨擦膠棍 第二個概念是,電子本身是要保存的 電子本身負的電子本身後,電子本身的粉刷就變成正 電子本身的電子本身是把電子本身的電子本身分開 一般來說,電子本身是把電子本身分開 於是電子本身的電子本身就會變成正 而電子本身的電子本身後,電子本身就變成負 即是,最後一個電子本身是正,另一個是負 電子本身的電子本身就一定有這樣的結果 的 的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